而在今天的防疫记者会上 花莲县卫生局就宣布 花莲县5号开始将会为6到11岁的学童 进行接种莫德纳疫苗 而目前所回收的学生疫苗接种意愿书 意愿接种比例不到三成 而县政府就表示 在5号也就是明天 仍然可以安排医护到校为孩子来施打 而家长也可以前往陪同 而医院书也可以在校缴交 满6岁的就读幼稚园的小朋友 家长也可以自行带到医疗院所来接种 跟各位相亲报告的是 我们孩子6到11岁 校园接种莫德纳疫苗的一个 医院调查的一个统计情形 那我们6到11岁的孩子 总共的一个学生总数是 15,057位孩子 那调查的一个医院调查结果 有接种医院的学生数 总共是3527位 所以有医院接种的比率是23.4% 从明天5月5号开始 我们的6到11岁的孩子 就会直接进入校园 进行莫德纳疫苗的一个接种 那如果家长呢 是愿意就是带孩子呢 到我们的一个合作医疗院所去施打疫苗 这也是可行的 所以是进校的一个施打疫苗跟家长自行带至合作医疗院所去进行施打两个管道是同步进行 那在这边也要提醒 如果家长呢 已经拿到接种医院书 但是还没有做 绞交回田的动作 然后也可以在明天尽数的 协助回田 那我们也会尽快的安排 进校施打的这个程序 那在北花莲的部分 由慈激和门诺来负责 当然也有医生来咨询 来看我们孩子的身体状况之后来做施打 所以如果有家长愿意陪同孩子施打 要入校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陪同来入校来施打的 那另外就是再次跟大家说明 虽然现在同一接种率只有23.4% 还不到三成 但是我们也尊重家长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明天还是如期开始施打